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因斯定理 因斯定理做什么呢?我们用这个例子来开始谈起 就是说如何快速的判断这个式子可不可以被它整除 当然对大多数的人就说你要问可不可以整除 我当然就直接除看看 那我们一样就先除一次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建议大家慢慢的去练一下这种横式的除法 我要错这2s3那当然我就要补个2s平 那接下来看平方向 那这里没有平方向哦 这里没有平方向所以我们这里就是怎样呢? 这里就是-2 那我们就补个什么呢? 要补个加2 所以要补个加上2x 那接下来看一次向 一次向的部分呢,这里是一个一次向 那一次向呢,你可以这里就变成什么呢? 这里变成-2 那这里就要补多少呢? 就要补个3 所以这里就是要加3 那-2加3才会是1 再补个3 那接下来看常数向的部分呢 -1跟3,这里是-3 那这要变成4嘛 所以补个加7 所以我们慢慢除就可以把它除出来 用横式写其实很累 其实用直式写那个计算量会写更多字 好,那我们想要问的就是说 对,有没有一个更快的方式 会这样想哦 其实我们可以先回想要 我们以前也做过类似一样的事情 在国小的时候呢 我们想要问2014是否为9的倍数 好,对,那当然 学校老师呢,就会说 诶,你不用把它做除法求伤 你可以怎样? 你可以透过怎样呢? 把这4 每个位数相加 像2加1加4就得到7 7不是9的倍数 所以这个东西就不是9的倍数 好,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做? 这不是我们这影片的重点 理由不会很难,但是大家先想看看 好,那重点就是说 我想要强调 其实以前整数有的特性呢 其实多像是 大部分也有相对应的特性 好,所以我们想要问说 是否可以整除 但是我们不想要去求伤 好,那有没有方式呢? 不求伤就可以求到余事 好,那在这里面呢 其实比之前那个方法更简单 更好理解 我们不想要去求这个伤呢 那我们就是让这一项为0 所以我们可以把整个式子 怎样呢? 整个式子 x带1 x带1之后呢 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对,我们x带1 把x带1进来呢 我们就会得到了f1呢 这里就会变成什么? 0 乘上q1 那再加上r 这里就是0嘛 所以其实就是r 但是呢 如果把1带回原式 2加1加4 就得到了7 所以其实就是跟这里 有点相对应的 就是说我们可以 不用求这个 就可以得到这个余事17 所以呢 我们就从这个例子里面 萃取到一个很重要的经验 就是说 我们要判断 是不是可以被s-1整除 我们只要把1带回去 对,如果是0 就是整除 如果不是0 余事,这就是我说的余事 那我们要探讨的就是说 这个真的是一般的情况吗? 如果今天是看A-A呢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呢? 是